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今天就是2021年1月1日 在新的一年首先要恭祝各位益友 身體健康平安大吉 在2021年的第一節 我就想借這個機會 去回顧一下在歷史上對上三次的新丑年 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然後再展望一下今年將會發生什麼事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三個甲子以前 即是1841年 發生了一件大事 是跟香港有關的 在當年1月初的時候 英軍在虎門一帶打贏了清朝的軍隊 後來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義律 就跟清朝的英差大臣齊善 私底下已定了一份叫做村被草約的條文 後來齊善他就猶疑不決 由於他是拿不到杜光皇帝的同意 於是其實他就不敢在這份村被草約上簽署 由於齊善沒有簽署的關係 所以這份條文就叫做草約 而不叫做條約 縱然陰差大臣沒有簽署也好 但義律將軍一於小理 照樣將這份村被草約頒布 去到1月25日的時候 英軍的藍席劉王浩就抵達了香港島 海軍軍官悲怒詐率領英國的士兵 在今天的上環水坑口街一帶登陸 去到第二早早 即是1月26日的時候 英國海軍遠東艦隊總司令伯麥 就搭乘高爾俠號抵達了今天的上環一帶 他就率領英國的士兵登陸 然後就去到一個小山江那裡 舉行了一個升旗典禮 然後又向海面鳴炮以宣示主權 所以1841年1月26日就是香港開埠的日子 當然去到1842年的時候 這個南京條約才簽訂 在這個南京條約的條文當中 才正式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 但其實在41年1月26日 就已經正式開埠了 比起不少現代國家的誕生日子 都是為之早 差不多兩個世紀以前 三個甲子就是1880年 到了1901年的辛丑年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當時的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清朝政府 和八個外國簽訂了喪權欲國的辛丑條約 但是一切都是這個慈禧太后自己拿來衰 因為他竟然間愚蠢到 走去和世界所有的國家宣戰 不輸就有鬼了 至於當年的香港又發生了什麼大事呢 原來在1901年的時候 香港又再爆發一次鼠疫 染病人數是差不多兩千人 以當時的人口比例來說就相當高 而且死亡率也是很高 至於當年的美國 發生了踏入二十世紀的第一次股災 歷史上稱之為1901年恐慌 到了當年九月的時候 時任美國總統麥金利不幸遇刺身亡 當時陷友的那個 其實就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 到了上一個新丑年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即是1901年 在當年的八月 東德軍隊一夜之間建成了柏林圍牆 將柏林正式一分為二 這件事在當時來說當然是非常震撼 因為是非常突發的舉措 官符對上三次的新丑年 其實都是不好事多過好事的 至於接下來的2021年新丑年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如果今年的全球運勢 是可以不差過2020年 其實都應該要劏雞殺鴨還臣 因為現在的武肺疫情 搞到現在還未成功 當然外國已經有不少先進國家 開始進入接種疫苗的階段 但是香港的防疫抗疫措施 往往是萬多拍的 而且特區政府訂購了這麼多 那些大陸製造的疫苗 究竟市民是有沒有一個信心 來接種都成問題 這並非將一個議題政治化的事情 而是純粹說醫療安全的問題 官符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 防疫抗疫措施的往績 似乎今年都真的沒有拉來 這麼快可以回復得到正常 起碼頭半年都會維持著 好像去年的措施 又限聚又這些 當然在這裡背後 又有政治考量的成份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 關於司法獨立的議題 其實到底還有多少香港人 對於這個所謂的司法獨立 還存有幻想空間 其實經歷了昨天黎智英的案件之後 照計香港人都應該要清醒一下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還有些所謂的評論人 他們竟然說要把寄網投放在某某大法官身上 靠他來守住司法的尾門 說這些話 終於現在這個判決出來了 還有什麼好說呢 實情逢是從事法律行業的人 他們當然不願意去承認 就叫做法治已死 這個話從來不會在從事法律界的人口中說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一說這句話的時候 就等同於是要把自己的專業資格掃地 還有是倒自己的 如果連一個律師都這樣說 說法治已死的時候 那就不用打官司 反正都死了 還打什麼 他們一定不會這樣說 一定就是引導民眾保留著一個迷信空間 就說司法制度仍然是有險可守 就說這些話 實際上的真相是怎樣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究竟是不是這個制度出現了問題 也不見得是制度有問題 因為制度 尤其是司法制度 自從1997之後到現在 都不是有什麼重大的改革 沒有的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當然 如果不是制度出現了問題 就是人出現了問題 很簡單 大家都會理解 正等同於美國一樣 難道你說美國制度出現了問題嗎 不見得是 但是那些人出現了問題 人才是操作制度的最主要因素 制度設計了是這樣 過去運行得很正常 因為人都正常 所以凡有哪些評論員 來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要導引大家 走去迷信制度的時候 要是這些人就落後於形勢 要是這些人就另有所圖 大家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去聽 老實說 從來我都不會說 道人迷信制度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不會迷信這件事 制度當然有好壞之分 但是這個好壞其實是相對的 又不是絕對的 一個制度沒有說絕對是好的 因為到最後其實執行這個制度 都是依靠人 人的因素是很大的影響 就算一個制度有多好 到最後如果有一班壞人 去把持住的時候 那你說得出來的結果 會好得去哪裏 那至於出入境自由的問題又會怎樣 有不少離開了香港的KOL 就慢吹 又說香港將會變成東柏林 有些又說香港的出入境自由 會受到限制 遲些 實情現在大家要離境的話 都是自由的 入境都是自由的 當然如果是從英國入境的話 你就要隔一隔沙 去其他地方 熬十多天 這樣才可以進入香港境內 但是到最後出入境自由 會不會出現什麼限制呢 其實現在就說不準的 老實說 你要疫情過後才能見到增長 因為現在根本上 出行的人數是很低的 就算你去公幹 去旅遊 根本上都買少見少 又不是完全沒有的 新聞都報過出來 有些人仍然說可以去到歐洲旅遊 那些簡直都坦為觀止 但是那些是非常之少的 到最後 究竟這個出入境的自由 會不會出現什麼的調整呢 當然現在我覺得是言之上早的 因為你說要見真章 你一定要等到全球的疫情 都已經減緩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究竟他是想搞什麼的 就是說當世界各國的邊界都是重新開放的時候 如果特區政府還會推出某些措施 比如說離境健康碼 那你到時說 這個措施某程度上都算是限制離境的措施 那你這樣說才合理 其實現在說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在這裡猜猜一下 當然我在網上看到有不少的言論說 現在這個時勢什麼事都有機會發生的 今天就不知道明天是吧 這樣 如果按照這個準則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的 對不對 因為你全靠自己的幻想空間來發揮 那到底明天港幣會不會變廢紙呢 股票又會不會變長子呢 屋契又會不會變垃圾呢 如果要擔心 大把東西有得你擔心 所以我就覺得 千萬不要自亂了個陣腳 根本上有些事叫做港人休天 當你煮到來的時候 再吃都不遲 有些事未發生 大家在這裡猜猜完之後 自己嚇猛 那我就覺得有多少無謂 好了 不是說代表我很樂觀 只不過有些事實上 就是沒有這個基礎 就沒有講字 好了 接著就再講講 世界又會發生什麼事 我估計就會進入一個叫做後疫情的時代 就會有兩股力量在這裡較量 一股力量就是去全球化 另一股力量就是加速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化 因為將來再要搞全球化的時候 難免就是以中國為核心 大家看到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達成了一個共識 談判完成了 這個正正就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化 至於英國脫歐 這個就是去全球化 當然英國脫歐 他不是說沒有後著 目前來說 英國有一些國會議員已經在推動 所謂英澳柳家的自由流動 就是說這四個國家的人口 可以自由去不同的地方居住和工作 如果搞得成的話 又有機會成為在世界上的一股第四力量 而且這個英澳柳家就沒有美國份 因為到時你說美國到底誰做總統 現在還是不知道 要1月6日才知道 但是就算出現最差的情況 由拜登上台也好 這個英澳柳家也不會受到影響 如果是搞得成的話 所以英國也是有後著 對於BNO持有的人來說 當然就是一個很大的得著 如果搞得成的話 因為5加1之後 BNO變成BC的時候 就會受惠於英澳柳家自由流動的協議 希望都搞得成 這個世界總要懷著一個希望才行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新年進步 下一節再見 拜拜